上個月180年前又發生什麼大動亂 180年前我沒有計算 我沒有計算180年發生了什麼 180年就減回就可以了 180年即是 黑天戰爭 差不多 2044年開始減 2045年開始減 2045年減180 2045年 即是164、165年左右 對 那164、165年你覺得做些什麼 這是什麼 三角 什麼角 什麼角 水粉角 他又是跟四五哥一樣想欠些角 不是,好吃 大家不得不留意 尼衛火,火其實代表什麼 火其實代表有戰爭 所以尼掛的象徵是尼為火 尼為木 尼為甲袖 尼為歌兵 我們說有兵器 有戰亂都是尼掛的象徵 所以你知道 我們說未來二十年 其實都有很多事情會發生 這個問題就是 2024年 當狗運還未開始 2024年減160年 就變成上的狗運 180年一個月循環 你搞什麼 上的狗運 由164年至184年 上的狗運 現在的新狗運 就是2024年至2043年 所以1864年你要發生 19世紀的中期 我們看回以歷史為鑑 上的狗運 情況發生什麼 對照現在的狗運 會不會跟它有相似性 所以你舉個例 咦 上的狗運 如果離圍中旅 上的狗運 是中了什麼人 你知道 所謂的中旅 其實都未必一定是好的中旅 我們說 在中國來說 上的狗運 19世紀中期 由1864年至184年 我們出了一個當時期 你說他不是中女 但是他當紅的時候 他真的是中女 1864年 當時期 中國有一個 什麼叫 就是我們叫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 1864年是29歲 但是他問題 跟著那20年 1864年至1884年 29歲 跟著那20年 變成他49歲 但是他40多歲的時候 就是慈禧掌權最強的時期 當然是中女 你說中女 這個中女好正不好 你說慈禧 現在很多人都說他 這個問題 帶來中國 很多不好的命運 但是你看到 整個上的狗運 都有很多戰爭 一個明顯的戰爭 1864年 就是太平天國的滅亡 現在你看看西方 這個19世紀的中期 有這個 意大利的統一 有這個得意志的統一 這個 我們的卑斯麥當權 我們講一下 搞到當時最重要的那場戰爭 令到卑斯麥可以上位 那個叫普法戰爭 所以歐洲有戰爭 中國有戰爭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現在我們未來的狗運 當然有戰爭 是不足為奇的 所以這個問題 所有在南方 你買住宅買樓宇 你選擇南方 是比較有利的 還有所有的金融各方面 譬如說你買外幣 我建議你不要買美元 買歐元 那些是不方的 你買南方 你不如考慮買澳元 買紐西蘭元 那些是屬於南方 南方的貨幣 因為這個尼掛屬南方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我們可以知道 我可以知道